電子螢幕 場外報警版 入場前簽到 為主人翁寫下祝福片語 8月24日晚上 香港政圈的社交平台 突然湧現這一批宴會相 會場內好像訓宴一樣的排場 但宴會主題是 黃大仙區各界歡賀 黃大仙文政事務專員 黃志華太平紳士 附經深掃聯歡萬會 黃志華9月3日要去北京帶職培訓一年 有人安排了這場宴會 當晚6點到10點 在九龍灣百樂門國際宴會廳 延開43席 超過500人 寬送他上京 會場台前有張寫著主家席的紅布長腿 坐到超過40人 包括坐正中間的主人翁黃志華 有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和楊永傑 以及民建聯前議員陳鑑林等等 還有未來在區議會新制度下 坐擁政府委任議席的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 和分區委員會的委員等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署長黃賞平也都在 出席的人分批和黃志華上台拍照時 報警版都會有不同 有人用黃志華的名字 創作床頭對聯讚他 還送了志華 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的Facebook 當晚也有鋪照 提到有40個校長出席 也有上台發言和送東西給黃志華 25日早上 建制媒體率先報導這場盛宴 《經濟日報》引述不開名的資深建制派 形容他驚嘆 一個DO 只是因為上京受訓一年 竟然有這樣的待遇 還說擔心其他區也會有樣學樣 令民政專員 好像地區皇帝一樣 《星島日報》差不多時候出的報導 就有了讀者提供的獨家相 提到出席人士 逐批上台送紀念品給黃志華的時候 那些人說得哭了 又引述不開名的建制派 說最不能夠理解的是 連學校組織都有人去 形容連校長都要去 以後民政專員 豈不是整個土皇帝那樣 在場的人除了送禮 還有回禮收 當晚的長刊 裡面有了黃志華寫的錦然 還有一人一份寫著 寫著《歡賀黃志華》 附經深掃字眼的特製筆記簿和筆套 黃志華在宴會上有發言 亦有相片看到 台下有人拿起手機開燈 營造燈海 這些相片在建布後就在網上消失 連宴會場刊上 可以用QR Code看到的900多張相片 當日清空 這個連結之後亦失效 《明報》就找到黃志華的發言詞 透露晚宴是有籌委會 九龍社團聯會 黃大仙地區委員會主席何漢文 就是籌委會的主席 言辭間 他總結了自己在任三年的政績 亦都讚揚在座 立場堅定 勇於擔當 當仁不讓 做好一國兩制 行穩志願事業的排頭兵 還引用了毛澤東的改編詩 形容自己想經心態 《明報》也提到 當晚黃志華除了收到字畫 墨水筆等的禮物之外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會長李志鋒 還製造了黃志華的人像公仔送給他 亦有消息說 當晚的詩儀在台上說過 黃志華日後 做局長 做司長 下一步就是行政長官 台下布爾掌聲 而黃志華在宴會的尾聲 和出席的人 合唱 朋友 隨著宴會細節不斷浮面 黃志華的上司 文青局局長麥美娟 當日下午要解話 有沒有申報 或者是否不適合 行物不當 老實說 我也想不到 我們專員的受歡迎程度 是這麼重要的 大家都很不捨得他走 甚至有些人都問 可不可以 不要調他走 其實我說不是調他走 他去讀書而已 所以這個其實 我想那個 那個歡送儀式 那個歡送會 那麼多人參與 可能真的表示了 我們的專員 他在 黃大師的工作 是得到 自己人士的 認可 和認同 大家如果要表達你們對我們同事的鼓勵 或者支持 可能一封信 表揚他 都已經夠了 真的不用那麼破廢 也不要搞到那麼大緊張 剛才講的犯局 其實這個犯局是否需要申報呢 怕不怕會有受這個利益的資源呢 關於那個申報 這個是一定的 我們的專員 必定會按住公務員的守則 去進行各項相關的申報的 當日艾曼 事件主角 透過民政事務總署的 Facebook署名聲明 說戰別晚宴引來朋友關注 尤其是觀感問題 他表達歉意 他的頂頭上司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張兆凱瑜 緊接出post 多謝為王志華舉行 寬送晚宴 但事件沒有平息 兩個post引來網民更多質疑 只是觀感問題 有沒有涉及公帑 背後有沒有利益輸送 有沒有延後利益 有人就要求王志華 取消北京之行 還令到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現身批評 說近年建制社團 浮誇浪費之風 日益嚴重 必須殺子 又問慶祝這樣 慶祝那樣 錢在哪裡來呢 回報又是什麼呢 他的支持者也留言說 好不滿 我尊重梁振英的說法 我尊重梁振英的說法 其實梁振英不時都會就著 我們一些社會事務 他做一些評論 都是有參考的價值 梁振英在出席晚宴前 我想做什麼 是申報的 我們的同事 會按照有關的程序 去做申報的工作 晚宴搞手何漢文 之後陸續接受傳媒查詢 說原本打算開20席 但不少朋友說想來 開開開就那麼多位 強調這場盛宴的開支 大約20萬之內 都是朋友夾錢 問到出席的人 有沒有付錢 他就說 朋友買一圍、兩圍 再招呼他們的朋友 有沒有收錢 我又很難說 他又說 寬送專員是王大仙的習慣 最高紀錄是延開100席 在2013年 寬送退休的時任民政專員 蕭偉傳 與此同時 建制媒體再揭發 同一個會場 上個月北區組織都有舉辦晚會 寬送時任北區民政專員 莊永媛 當日有最少30席 立法會議員也是座上客 除了送禮場面 還有歌手座慶 開支估計都有幾十萬 莊永媛是升職做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 梁振英就差不多每天一post 質疑公務員接受現請的原因 又反駁一些建制的看法 不應該用寬送宴出席的人數 去量度官員得到多少肯定 中國評論員 政凱喬也加把口 說香港的主體文化 勞民雙才 形成攀比車尾之風 撐不起明天香港的排場 不要也罷 晚宴由民間主動籌辦 本意是好的 但是晚宴引起 觀感上的 負面問題 我相信 各方面 都吸取了教訓 我們必須要強調 出席活動 和利益衝突 沒有直接關係 而我亦都要求 地區的治理做得更好 這個必須要經過 和地區人士 大家見面和溝通 所以我們 既要做好 自己 作為官員的形象 亦都不應該 因為事件裏面 這次 帶來一些 觀感上的 負面影響 我們就 所有事情都不做 現在的制度下 香港的民政專員 屬於首長級 秉級政務官 是初級政務官 地區上主要負責協調 聯絡工作 配合特區政府 中樞推動不同政務 但新區議會制度下 民政專員 做了區議會主席 又掌握撥款申請權 兼負責執行 新引入的 區議員 理職審查機制 而地區團體 如果想升級 可以入三會 都要專員推薦 才行 做過17年 大埔區議會的 任啟邦就說 過往的現請 多數是寬送退休官員 接著12月 就會有新的區議會選舉 這個背景下 現請官員帶來的延後利益 不可以只看表面 這次我們看到 那個個人崇拜 或者個人那個 攀附的情況 是比較誇張的 又講到 這個Dio 回來 就會 怎麼大展紅圖 官能亨通 這樣 其實會不會有這個意味 就是說 其實大家好像賭場 買一買這個Dio 都會成為日後部門 其他各個處 甚至是局的一些首長 甚至是會 更加 更上幾層樓 這個我覺得 就不是一個 以往常見的情況 各個參與者 其實攀附的是一個權力 如果一個退休的官員 理論上他已經沒有了 政治的能量 沒有了他的政治的權力 但如果一個官員 他只是去調職 升遷 或者他現在去 甚至去進修 那其實會不會 往後還有一些利益 會存在給 這次宴請他的 或者搞到這麼鋪張 大排延席的 搞手 他有所得著呢 再坦白一點這樣說 如果 未來的Dio 可能類似會有 這樣的 相同的想法的時候 那這班人是不是都嘗試 會用同樣的手法 去宴請 我都強調 那個Dio 在接下來的那個政治任命的成份裏面 是大大的提升 所以 現請這個動作呢 其實可以意味著是 很多的政治的交易在裏面 或者叫做攀比 或者攀附的文化在裏面 其實Dio去委任一個議員呢 是不會去到最後一刻才搞的 新一屆成立之前 可能半年幾個月 已經開始 去問 地區上面 的一些人事 你有什麼興趣去做啊 或者有些人 自戰了一些名單上 我想做 怎樣怎樣 會不會在這些地方 有所眉來眼去呢 這個我們更加是關注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 款待不算是利益 但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 和相關指引 是不是要接受款待 都要想清楚 規例說明 如果接受款待 會令到自己 執行職務時 要報答人情 可能會損害到聲譽 又或者可能有利益衝突 公務員都不應該接受 亦都要留意款待的規模 會不會有負面意義 雖然沒有規定 一定要得到事前部門批准 才可以接受款待 但事後都一定要保交申報 而接受禮物方面就嚴得多 在衡量公眾利益的前提下 部門要考慮這13點 來決定應不應該接受 但價錢超過1000元的禮物 除非情況特殊 否則都不應該 被公務員私人留用 如果沒有跟足程序 接受款待和禮物的公務員 會面對紀律處分 公務員事務局沒有正面說過 會怎樣跟進王志華的個案 但強調他想經的安排無變 王志華要讀的 是一個公務員事務局 和北京大學合辦的 高級公務員公共管理碩士課程 這個課程取代了 過往香港政務官 去美國哈佛大學 和史丹福大學進修的安排 今年已經是第二屆 有20個高級公務員 會上京樓一年 之後一年就回香港 再職完成論文 20個入面 得王志華早前接受 《文匯報專訪》 透露自己新去向 說自己是 這屆的頒獎 上屆的頒獎 是早王志華5年入政府的 時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余懷成 他負責在開學禮致辭 今年初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 參觀北京大學時有份接待他 但余懷成就沒有王志華那麼高調 他上星期接任沙田文政事務專員 《明報》的政治專欄引述政務官消息 說不應該將這次事件 矛頭指向個別官員 形容明日之聲王志華為人圓滑 在同輩中升得快 政治判斷不會差 但要遠距出席地區人士的寬送會 未免是很高要求 2020年7月 做王大先民政專員的王志華 在當年的立法會選舉入面 跨區做港島區選舉主任 DQ多個非建制派候選人 包括袁家衛、鄭達雄、鄭錦滿 和梁煌惠 是當時DQ最多人的選舉主任 他對區議員的態度也鮮明 2021年的一次王大先區議會會議 他不滿劉家文在座位展示的標語 說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 帶隊離場抗議 官員拉大隊 當時在王大先議會時有發生